此前我们已经知道NVIDIA的四零系显卡 最快将于2022年年底到2023年年初纹事 也就是说玩家们至少还是要等上一年半的时间 但在此之前老黄并没有放弃可以展现导法的机会 而这就是饱受期待的三零系Super显卡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这更是超级客来看看吧 到目前维持NVIDIA的三零系显卡 共计发布了3090、3080、3080Ti、3070、3070Ti 以及3060、3060Ti等七款型号的产品 当然还有余下两款3050和3050Ti暂未发布 但这对于老黄而言 三零系安培架构的第一阶段任务总算是完成了 然而玩家们可别忘了 自上代产品图灵架构的20系显卡问世以后 NVIDIA便首次引入了Super系列 同时也在GTX16系列上进行了沿用 所以为了延续这一代传统 老黄也对安培架构进行了重置 并推出了全新的三零系Super显卡 毕竟老黄皮一刀客的称号不是白叫的 而每出一款新卡也能赚一波钱嘛 其实在本月初的时候 一位推特用户就预告了 NVIDIA将在2022年年初 推出RTX三零系Super移动端显卡 但当时由于没有过多的参数信息 用于展示 所以大家都是持怀疑态度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三零系Super显卡的确得到了进一步确认 具体来看根据Videocast的消息表示 从目前联想笔记本的更新路线图中可以看到 旗下ThemPad XE Extreme G4游戏本 将会搭载RTX3060移动端显卡 以及暂未发布的RTX3070Super和RTX3080Super移动端显卡 对此同时 Kindy推特用户KIMI爆料 除了移动端的显卡外 3D系Super仍然会有桌面端的显卡 除此之外 其也会和原本的安培架构一样 继续使用三星8nm制程工艺 而RTX3080Super 也会基于目前3080所使用的GA102核心打造 但在显存方面 其将有望配备16GB的GDDR6X显存 而这一点也是大多数玩家想要的 至于CUDA核心数 带宽以及功耗等等 目前还不能确定 然后是RTX3070Super 其将会基于全新的GA103核心打造 也有60组SM单元 配备位宽为256bit的8GBGDDR6显存 至于CUDA核心数和功耗等等 以90为之数 但在价格方面 根据供应链透露 由于RTX3080Super 暂时定位于RTX3080和RTX3080Ti之间 所以其售价会在899美元左右 国内预计是5999元起 而RTX3070Super 则暂时定位于RTX3080和RTX3070Ti之间 所以其售价会定在649美元左右 国内预计是4999元起 但之后价格还会有些许浮动 而两张显卡也有望于2022年Q1季度推出 至于会不会被测 现在购买3D系显卡的玩家们呢 目前还不好说 但比较让人好奇的是 老黄究竟有什么导法 才能在仅有10%差距不到的 3080和3080Ti之间 切出一块3080Super来呢 难不成只是虚晃一枪 所以各位玩家 对于NVIDIA 3D系的Super显卡 是持何种态度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带不上留言哦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印记 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G强 我们下期再见